在我们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 病毒和我们如影随形 在历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比如说在战争的时候 战争一方的军队感染了病毒 另外一方的军队却没有的话 那么病毒就很有可能左右这场战争的胜负 虽然说经过了几百上千年的发展 人类已经用科学手段战胜了天花黄热麻疹 等曾经威胁我们生命的病毒 但是人类与病毒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2003年的SARS 2009年的禽流感 2014年的艾伯拉病毒 这一些病毒每隔6年就会造访一次 就连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也没有逃脱着666的诅咒 对于人类来说 病毒以及这些肉眼所看不到的微生物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这些微生物究竟从何而来 在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为什么这种病毒每隔几年就会造访人类一次呢 在接下来的几周呢 我会穿插几期视频来跟大家聊聊 历史上人类和病毒的一些重大博弈事件 看看我们可以从历史事件中究竟学到些什么 很多新闻媒体的评论人喜欢将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相提并论 但是很少人会详细解释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全世界究竟经历了什么 那第一集呢 咱们就来聊聊西班牙大流感 那一次的流感呢 虽然是叫做西班牙大流感 但是这病毒呀 一开始既不是从西班牙传出来的 西班牙也不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可以说西班牙在内斯的流感中啊 成了一个妥妥的背锅侠 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来说呢 西班牙流感呢 可以分为三波 第一波呢 是在1918年的春天爆发的 1918年3月份的时候 在美国坎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 一位士兵呢 首先出现了四肢乏力 头痛 发热的症状 当时军营的医护人员 也以为这个士兵就是患了普通的感冒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天中午已经有100多个人 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短短几天之内 在军营中患上这种感冒的士兵 高达500名 几周之后 1100名士兵已经病危 而芬斯顿军营 首先出现感冒症状 那位士兵呢 就是史料记载上的 西班牙流感的零号病例 因为当时呢 正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一共有36个新兵训练营 所有的新兵都会到这几个训练营里面 去接受训练 之后再被派往全国各地 那巨大的人员流动性 再加上恶劣的生活和饮食环境 这就成为了病毒天然的温室 1918年3月底 8万多名美军新兵 被送到了同盟国法国 法国人以为美国大兵 带来的是先进的步枪和大炮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跟随美军而来的 也有致命的病毒 法国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 是所有美军军舰抵达欧洲大陆的 第一个港口 那这里呢 不仅由远到来的美军 还有从这里出发 前往世界各地的法国军队 就是要美国军队 将病毒传染给了法国军队 法国军队又将病毒带给了前世界 4月底病毒席卷了巴黎 几乎同一时间也抵达了意大利 然后是英国 5月份流感的触手伸到了西班牙 那因为当时政治战争时期嘛 很多参战的国家 像英法美德 他们都不允许报道任何负面的新闻 以免影响军队的士气 但是西班牙是中立国 那里不打仗 再加上西班牙的国王 自己都染上了流感 那很多媒体就开始大肆报道 西班牙这个流感 那从此 1918节的这场大流感 虽然它是从美国第一个出现的病例 但是呢 就被冠上了西班牙流感的称号 1918年5月份 从欧洲来的流轮 抵达了孟满和上海 那由此 印度和中国也沦陷了 截止到1918年7月 重庆有一半的市民都感染了流感 到了当年9月 相对孤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竟然也出现了流感病例 就这样 在那个没有洲际航空的年代 病毒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它的环球旅行 但是相对而言呢 1918年春季的这第一波流感来袭 它还算温和 致死率也不是很高 尤其是当大家的目光 都被战火所吸引的时候 这几个在流感中牺牲的人呀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那之前较早出现病例的一些地区 比如说美国 大量的患者都从流感中康复了 而在英国 英军指挥部在1918年8月份干脆宣布 流感已经在大不列电的领土上消失了 而这场流感病毒呢 就像是有灵魂的死神一样 将刀片架在人类脖子下面 却不急着夺走人们的性命 就当人们以为西班牙流感 就像是战争路的一个小插曲 已经消失了的时候 1918年秋天流感病毒卷土重来 给了轻视它的人们重重的一击 1918年8月5日 一名海军情报官员呢 收到了一封电报 他看了电报的内容之后 立刻将电报列为最高机密 电报的内容是 目前正在法国肆虐的 之前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疾病 具有和黑死病类似的破坏性 那电报内容的依据呢 是一些欧洲的尸检报告 有很多欧洲的医学人员呢 对死去的患者进行了尸检 发现他们的肺部有出血 以及钙化的现象 这是之前在流感病例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也有很多人开始纷纷议论 这其实是一种肺部的瘟疫 而不是流感 8月8日这一周 美军军营里的感染者急剧增加 到了8月18日这一周 肺炎这个词 开始频繁地出现在 医生的诊断报告中 那患者一开始啊 就是一些感冒的症状 比如说发热头疼的流PT啊 很快呢就恶化成了恶性肺炎 那实际上肺炎呢 是流感的一种并发症 只是当时的医生啊 还不了解这种情况 那有一些感染了流感的人 进入医院之后 没几个小时 这些患者的脸上啊 开始出现赫红色的斑点 最后呢 整张脸都变成青紫色 这种紫色沿着耳根 一直蔓延到胸墙 短短洗一个小时之内 患者就会悲惨地死去 而死去的患者 甚至都分辨不出来是白人还是黑人 这病毒的传播速度之快 这死状之奇特 当时可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那当时的很多医护人员 都无法理解说 这个人的肺部 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完全失去功能了呢 直到今天为止呢 免疫学的研究才表明 实际上这种青紫色呀 是缺氧所致的 而细胞因子风暴呢 是导致肺功能全面衰竭的 罪魁祸首之一 简而言之就是 人体的自身免疫功能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会放出大招 释放出大量的细胞因子 引导免疫细胞 无差别地攻击任何一体细胞 和受损伤的细胞 相当于将整个受损伤的肺 当成了炮轰的战场 就这样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导致脏气开始内出血 血压快速下降 出现各个器官的衰竭 就这样这场可怕的病毒 在第二波 1918年秋天的时候 重新席卷了世界各地 一个正常人从出现症状到死亡 有时候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有一个乘客正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 突然之间就倒地而亡 在南非的开普顿 一个幸存者回忆说 他当天下了班 正要坐公交车回家 那刚上了公交车 那卖票源呢 就倒地而亡 在他这一路回家的路上 公交车上有六个人死亡 其中就包括司机 他没办法只能下车 自己走路回家 在美国费城短短几个月之内 就有几十万人死亡 当时棺材都不够用了 活人和死人都得睡在一起 很多尸体都被扔在大马路上 而在这第二波的爆发过程中 政府起到了非常恶劣的 推波助燃的作用 即使在疫情发展的高峰时期 美国政府依然允许 发现疫情的士兵休假回家 这些士兵毫无防备地 接触自己的家人 见面之后拥抱亲吻的行为 实际上就是将身边最亲的人 推向深渊的最直接方式 美国费城是当时的造船重镇 一共有175万人口 也被人们称为是管理最混乱的城市 在费城的平民区 几十个人共用一个厕所 脏乱差的街道 以及万点不喜的下水道 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说是病毒天然的温床 当时费城的公共卫生部长 克鲁森为了安抚民心 向人们隐瞒了疫情的真实情况 再加上新闻管制 美国媒体也纷纷声称说 不要因为流感而感到恐慌 只要保持卫生 不随地吐痰 注意休息就行了 当时的很多媒体报纸 还响应政府的号召 跟大家宣布说 这流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病毒 不会对人类的健康 造成任何的威胁 1918年的9月28日 原定是费城 为战争筹款的大游行日 那很多当地的医生 就试图去说服政府 让他们取消 或者是延迟这次大游行 但是被政府粗暴地给拒绝了 那公共卫生部长克鲁森 向民众们保证说 流感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保证说他们一定是安全的 那结果呢 游行当天队伍长达三公里多 有几十万人都上街 游行过后72个小时 全程31个医院 全部都爆满 那流感的潜伏期呢 是一到三天 10月1号就在游行之后的第三天 当天就有117个人死亡 那这个时候 克鲁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立即下令禁止所有的集会 关闭了剧院教会以及学校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进入10月 每一天都有数百人死于流感 然而即使是这样 费城当局依然不断地跟民众说 流感已达高峰期 患病人数已经出现了拐点 而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了 等等 不过每每这话一出 第二天死亡率以及患病的人数 就会再创新高 这样一来 人人自危 有点脑子的人 就不可能再去相信政府的鬼话了 人们开始进行自行隔离 不上街 不出门 街上有一些店铺 甚至都不允许客人进店 你想要啥 在外面喊一声 我把货给备好了 放到门口 自行去走 那时至今日呢 当年费城的案例 还被医学界拿出来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他在默默地警告着世人 当重大疫情来临的时候 政府的重视 以及严格的防控 是保护公共安全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 为当时美国科罗纳多州的 甘尼森小镇 对于疫情的防控 就做得非常的好 那流感爆发之后呢 甘尼森小镇 就切断了周围所有的道路 就像今天中国所做的封城一样 不允许任何外来人口 进入小镇 有火车在小镇停留 也不允许火车上的乘客下车 甚至是乘客在站台上伸个懒腰 都会被甘尼森小镇的警方给警告 如果有人想开车 穿过甘尼森小镇 来到下一个小镇的话 他们会立刻被警方逮捕 甚至拘留几天 那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甘尼森小镇周围的城镇 都有人因为流感而死去 但是甘尼森小镇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这场流感中而亡 总体来说呢 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 在10月和11月 造成了非常惊人的致死率 根据当时粗略的统计 不服的成年人感染率高达10% 患病者的死亡率达到27% 就连当时不打仗的中立国家西班牙 里面没有什么军队的人员流动 他的死亡率也达到3.8% 那进入冬季之后呢 人们就不再进行大规模的聚集了 那西班牙流感的传播也慢慢降了下来 直到今天科学家们才发现 西班牙流感的三次爆发中 实际上每一次爆发 病毒都产生了变异 但是不幸中外星的一点是 在这第三次的变异中呢 西班牙流感的传播性以及毒性呢 是明显下降了 1919年1月 正当人们开始以为疫情已经消失了的时候 第三波爆发了 而这一波呢 不同于前两次的大规模感染 它的爆发是成点状的 波及的面积比较小 死亡率近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 而在第二波中被病毒严重感染的一些地区 在第三波中病毒就很少光顾了 而第三波流感呢 一直持续到了1920年的春天 一直到1920年初 在美国的一些地区 还有一些人因为流感而亡 直到1920年的春天 这场病毒才彻底从人类的历史中消失了 那整场瘟疫呢 在两年期间造成了5亿人感染 占当时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后来根据美国卫生部的统计 两年间的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5000万之间 平均的死亡率是4%到10% 短短两年期间 这场流感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是整个一战的两倍 是自中世纪的黑死病以来 损伤规模最大的一次瘟疫 那对于那些从西班牙流感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而言 他们在将来的余生也要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以及亲人离去的悲痛 而这场西班牙流感让人们惊恶的 不仅仅只是他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还有他留下的种种谜团 咱们都知道一般如果人患上流感 一些免疫力比较强的轻壮年是比较容易痊愈的 而且老弱病残或者一些女性孕妇呀 就比较容易在流感中死去 但是西班牙流感却正好相反 根据统计数字显示 20岁到40岁的轻壮年呀 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科学家花了很多年都没有能够真正闹明白 为什么在西班牙流感中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都是轻壮年 但是通过这些年的研究呢 学者们也提出来几种假说 第一种说法是死于流感的人实际上并不是死于病毒 而是死于病毒带来的并发症 在我们患流感的时候 我们的机体呢会跟病毒产生一系列的博弈过程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会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细胞因子风暴 那这实际上呢就是人体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 由于西班牙流感病毒具有强烈的侵略性 人感染之后呢极容易引发细胞因子风暴 尤其是免疫力很强的人 而一些儿童呀老人呀一些孕妇或者是女性 他们免疫能力比较差的人就很少会引起这种过激反应 他们反而在这场病毒中存活下来了 那第二种说法是说呀 这些存活下来的老人们很有可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不知不觉的曾经染上过流感病毒 但是因为当时年轻体创就战胜了这个病毒 但是这种病毒就留下了一种抗体 这些抗体的可能会对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有一些抵抗的作用 那全球性的流感大爆发也被人们称为是民主瘟疫 那顾名思义就是人人平等 人人都有染病的概率 但是西班牙流感呢它的染病率以及死亡率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却是千差万别的 就比如说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死亡率最低 在亚洲的一些地区死亡率是某些欧洲地区的三十倍 那么科学家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搞明白 这种死亡率和染病率的千差万别是因为当地的人口群体因素 以及社会因素所造成的 就比如说在一些亚洲地区 或者是在一些生活条件不那么好的平民地区 外来的移民比较多 那这些移民的流动性就比较大 就很有可能带有这种病毒 再加上当地的社区服务或者是医疗系统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那自然而然死亡率和染病率就会高一些 那第三个最大的谜团就是西班牙流感 来无影去无踪 根据官方记载的第一个病例是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学者认为 西班牙流感的起源应该是更早的 奥地利档案馆的资料显示 在1917年初 奥地利就已经出现了几例和西班牙流感症状很像的病人 有可能是该病毒在1918年以前就已经在小范围内传播了 那整场病毒呢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席卷了人类三次 感染率高达25% 那两年之后呢 就突然的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在这两年中 由于致病的流感病毒 人类的历史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那这一部分呢 我会放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来跟大家聊聊 总之呢 西班牙流感病毒就像是有灵魂和意识一样 来到了人间 完成了他想做的事 之后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而这种病毒的病株也从来没有被人类真正的辨识过 在当时人类甚至都不知道流感是由于病毒引起的 直到1933年 英国科学家史密斯·安德鲁斯以及莱德劳 分离出来的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 命名为H1N1 从此人类才知道这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所造成的 在1997年 美国科学家陶贝格尔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认为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的病毒十分相似 是一种与甲型流感病毒H1N1密切相关的病毒 那目前科学家们已经研发出来了几种不同的流感疫苗 但是这种流感病毒每一年都在进行新的变异 还有很多科学家们在智力研究一种万能的通用流感疫苗 那这种疫苗通过单次的注射就可以预防已知的所有病毒 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甲型流感病毒 那如果这种疫苗真的被研发出来的话 可以说是人类医学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然而面对流感呢 有很多人仍然是不以为意 认为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吗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感冒 曾经夺走了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性命 至今还在威胁着我们人类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人类已经攻克的病毒 看看我们能不能复制成功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